从今天起,你就不要耍滚卖药了 只要你懂事,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此时的冯小宝一连忙,因为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男人是太平公主,特意给他妈五妹娘挑的男主 妹娘自从成了太后,就被迫禁狱 最近不知怎么了,他总觉得躁雨闷热寝食难 太平一看就知道他妈这是缺男人了 作为大孝子,太平公主只能看自己的老母亲受苦 随即出宫帮他学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太平一出宫,就遇见了一个男人耍棍卖药 卖一身剑子肉,看着就是个恐无有力的人 太平立马来了兴趣,直接让人将冯小宝带了回去 冯小宝本就是个接溜子,现在更是化身自来熟 逮着饭菜就是一顿血,丝毫不拿自己当外人 太平公主也不生气,只是站在远处不停打量 此时的冯小宝只顾干凡,压根没注意到太平 直到太平出声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只是这一声,差点把冯小宝噎死 此时的他化身豌豆射手,直接将嘴里的水果喷了出来 虽然他是接溜子,但也懂得礼仪 立马擦嘴询问太平的来意 就是想看你耍棍吧 嫌冯小宝没有理解太平的意思 他起身拿起家伙,就要来一套组合棍 谁知刚起了个事,就引得太平哈哈大笑 不必了,不必了 这操作给冯小宝争猛了 他就被送进了宫 太平一见妹娘,就给他灌输阴阳调和之礼 妹娘也觉得很有道理 太平见时机成熟,立马将冯小宝推荐给了妹娘 儿成为母后寻了一副好药 已经让人试过了 灵验得很 妹娘对自己这个贴心小棉袄,简直是爱极了 真是缺什么给什么,既然要已经送来了 岂有不用支礼,妹娘当晚便用了个透彻 为了奖励冯小宝再接再厉 妹娘给他赐了一个新名字,叫薛怀义 自从那个有了这个难处 妹娘是熬夜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就连熬夜的习惯都改了 整个人温柔似水 像是年轻了好几岁 不管怎么说妹娘也六十来岁了 她还是出现了容颜焦虑症 妹娘一脸期待的等着她回答 没有小学文凭的薛怀义 瞬间词穷 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妹娘 薛怀义虽说是大只男 但架不住她可爱啊 妹娘被她这副憨厚的模样 逗得哈哈大笑 薛怀义没念过书 但她的马匹拍得确实好 把妹娘哄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将薛怀义留在身边 妹娘决定让她去白马寺做主持 因为有了这层身份 薛怀义不仅可以参与朝政 还可以日日进宫陪伴妹娘 毕竟她一个外男 出皇宫也不方便 此后妹娘还叮嘱她上朝时 一定要注意规矩 不过 不能走南门 要从后面的北门进去 殊不知后来就因为这个事 薛怀义直接被大臣们 胖揍了一顿 妹娘现在是舒服了 可宫外已经闹翻天了 很多皇亲贵妻因为皇帝不上朝 已经滋生了反戏 事到如今 赶快拿个主意吧 不然 我们李家天下 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他们想借李诞之名 发兵征讨妹娘 为了以防万一减 决定了一些假诏令 以此号令朱王起事 另一边拥王素杰找上了婉儿 对于婉儿这种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素杰自有办法 上官婉儿简直惊到了 素杰这个老六 竟让自己去毒杀妹娘 这不活脱脱找死吗 她可不想英年早逝 话说她咋不找别人 竟拿自己人当冤大头 婉儿不敢也不想杀妹娘 于是拒绝了素杰 素杰为了替他妈萧淑妃报仇 不惜把脸丢在地上 忽悠小姑娘 皇上已经下了密招 要朱王起事 废神皇夺回李家设计 姑娘 你还怕的什么 婉儿可不是愣头青 她还是拒绝 为了迫使婉儿同意 素杰竟以死相逼 这一招果然奏效 婉儿同意帮她 毕竟婉儿的祖父上官仪 就是被妹娘所杀 其实婉儿很早之前 就知道了真相 可她一直不敢面对 别想了 我告诉你实话 不 太后 我婉儿不想听 婉儿对妹娘是又爱又恨 她和妹娘杀了自己的祖父与家人 也爱她的野心与文采 为了让自己解脱 婉儿想离开皇宫区别的地方 谁知妹娘不肯 她觉得婉儿就像另一个自己 连人唯一不同的就是杀法之气 现在的上官婉儿清纯文艺 与妹娘刚进宫时很像 所以她格外真爱婉儿 对于妹娘的决定 婉儿很疑惑 难道妹娘不怕自己报仇吗 对于她这个问题 妹娘早就知道了答案 因为我喜欢 就像你喜欢我一样 婉儿当场跪了 她没想到妹娘如此了解她 这就是伯乐与千里马 临走前 妹娘给婉儿扔下一句话 你要真想为祖父报仇 随时都可以 方便得很 婉儿一直摇摆不定 她既想替祖父报仇 又想和妹娘待在一起 现在她有了一个新想法 就是让妹娘亲口说出 自己后悔杀了上官姨 这样既能表达妹娘 对上官姨的愧疚 又能让婉儿继续跟着妹娘 谁知妹娘根本不肯 我不会为处死你的祖父 而自责难过的 你别想听到我这句话 其实这也不怪妹娘 当年要不是她去得及时 恐怕当日死的那个人就是她 要怪就怪理智那个老六没胆子 害了上官姨 见妹娘没有悔意 婉儿也不再抢求拂袖离去 第二天上朝时 妹娘的侄子五成四献上一块石头 据说是渔民在落水中所得 石头不仅洁白如玉 上面还刻着八个大字 圣母临人 永昌帝业 几个大臣见状 立马拍起妹娘的马屁 臣奏请太后 称圣母神皇 臣奏请太后 称圣母神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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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奏请太后 称圣母神皇 妹娘乐得何不拢嘴 这不就轻松拿捏了吗 自此以后妹娘改称为圣母神皇 改年号为永昌元年大赦天下 这让李氏宗族的人大为不满 为了保住自家产役 李氏宗族决定奋起反抗 尤其是肃杰 他对妹娘的怨恨不止一点 于是他们集结人亡 打算杀入皇宫生前妹娘 为了以防万一 肃杰决定以身犯险 让上官婉儿毒杀妹娘 婉儿虽然嘴上答应了她 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陛下 茶都凉了 让婉儿替陛下喝了吧 陛下 处死婉儿吧 妹娘不相信婉儿会毒杀自己 她认定一定是有人唆使 你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婉儿宁死也不肯说 那妹娘就只有自己查 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还真有问题 很快妹娘就知道了 素杰等皇亲宗族想急兵谋反 求神祭 陈罪 你兵分几路到朱王府 若有串通谋反之嫌 可拘捕交周星来俊臣严加审讯 抗制者就地诛杀 此时的妹娘非常清醒 她抢在所有人之前 诛杀了所有李氏皇族 妹娘很好奇这些李氏的人 究竟召集了多少人吗 这一问客不得了 五万人马 妹娘惊呆了 还不如上次李敬业 一个大臣号令的人度 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 妹娘下令将所有诛连者严惩不断 这个憨憨的男人 是妹娘的男宠薛怀义 妹娘让他任白马寺主持上朝参政 谁知这憨憨以为有妹娘撑腰 变得肆无忌惮 竟走了宰相与众臣该走的男门 这下大臣们可忍不了 直接将人拦了下来 站住 这男门是你进的吗 你们进的 我如何进不得 可薛怀义忘了 这些大臣可是一对的 面对他的调戏 大臣们直接聚在一起 这些老头们也不客气 拳打脚踢将薛怀义痛扁一顿 直到上朝的喊声响起 众人才停手 这下文官老头下手还挺狠 给薛怀义揍得鼻青脸肿 下朝后他就找妹娘哭诉 其实关于上朝该走哪个门 妹娘早就告诉过他 可他非是不听要去试试 陛下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恶气 都是谁打你了 这个憨憨当时光顾着挨打了 牙根就没看清有水 你别说就这憨憨的模样 竟然有那么点可爱 看着薛怀义头上的包 妹娘不由的一阵心疼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薛怀义让妹娘替自己出气 而妹娘虽然心疼 但也没到上头的地步 他让薛怀义以后不要走南门 更不要去了那些老头 薛怀义见妹娘不肯替自己出气 立刻耍起脾气 转身就要走 结果没走两步就被妹娘叫了回来 妹娘最不喜欢没有骨气的人 他告诉薛怀义 要想让别人看得起 就要做一些大事 接着妹娘让薛怀义 替自己建一座大明堂祭祀祖先 薛怀义虽然没上过学 但他有二级建造症 欣然接下这个任务 请神皇放心 我一定要为神皇 素一座武藏精神 让天下人都顶礼膜拜 可妹娘不高兴 他不想把薛怀义放出宫 毕竟自己还没打几天牌 要是薛怀义走了 就没人陪他斗地主了 但为了薛怀义的面子 也为了体现自己看男人的品位 妹娘还是忍痛将薛怀义放出宫 其实妹娘这么做 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薛怀义出名 他主要想大色红羊佛教 以替代李家世代维护的道教 经历了李氏宗室的谋逆后 妹娘想了很多 此时她想称帝的心越来越强烈 婉儿 你说说 我此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婉儿以为 神皇心里想的是 改朝换代 你呀 怪不得妹娘说自己喜欢婉儿 就凭她这个聪明技 哪个上位者能不喜欢 对于改朝换代这件事 妹娘表示从古至今 没有哪个女人敢去想 更没人敢去做 可她偏不信这个邪 殊不知古往今来 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杀子徒兄 血流成河 莫非天下就是男人做的吗 虽然妹娘称圣母神皇把持朝政 但她是太后 大臣们并不是真正臣服她 此时妹娘的野心逐渐被儿子李诞查局 她觉得自己守不住李堂江山愧对祖先 就在李诞无比自责时 太平突然笑了 这一笑让李诞破防了 你笑的什么 你身上流荡不是李家的血吗 八哥 你也想学母亲做女皇是不是 你说出来八哥让给你 你好歹也信李不是 太平背对的哑口无言 但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拜访 西元690年 妹娘逼迫儿子李诞让位给自己 在李诞宣布让位时 妹娘没有立马答应 而是假模假样的推辞着 我得浅薄 非受天下大位之期 李诞知道她妈这是在和自己客气 为了给自己体面 也为了他们母子的情分 李诞上前搀扶起老母亲 祈求她看在天下百姓的份上 答应自己善为 既然如此 我虽无德 也只好从命 在李诞的带领下 仲臣这才靠办妹娘 之后她更名武则天 一旦女皇就此诞生 武则天一上位 就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 登基大典结束后 妹娘赶回后宫 她想趁着高兴 好好封上一下薛怀义 谁知这人竟是个不识好歹的 面对热情似火的妹娘 她竟连连后退 优优独播剧场媒认